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照着这个顺序 来做一下操作 今天大概能够做到 一个木偶人 其实是有点快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今天能做一个学人就不错了 今天大概我们目标是做一个学人 OK,好 那我们从世界的操作开始 所以如果你回去要看 复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PPT 投影片下载下去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 那另外呢 这边有教学影片 这都是我可能上次教的时候录的 或上上次教的时候录的 那你点进去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上次的教的内容 那我那时候是2.6200 现在是2.6500 OK,那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份投影片的内容 那到后面会有实际操作 到后面会有实际操作 OK,这边就实际操作 OK,那这都是你回去学的时候可以参考的内容 那所以有些同学可以学很快 因为你们刚开学的时候有些人没事 那就从头到尾开一遍就学完了 那这也是很有可能 但是往后会有一些疑问 因为有些你看录影的时候 有一些跳得很快 一下子就过去 你到底按了哪个键你搞不清楚之类的 那是很有可能 所以这种影片有时候等于是说你已经几乎是会了 你看了就很清楚 你不会的时候 你看有时候会觉得觉得他怎么那么那么动作那么快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这个Word OP的这个投影片 好,那Word OP就是世界的操作 那刚刚我们看过了 第一个画面是这个 那有相机,有灯光,有一个立方体 另外还有这个刚刚没有介绍到 Lod Down 这个东西叫3D游标 就是说我们在荧幕上不是有那个游标吗 那在3D的世界里面你有一个游标 那那个游标要用来做什么呢 如果我要新增物体 它会新增在游标的位置 OK,所以那个游标其实是很多 就3D空间里面一个指示说 我现在在哪里的那个象征 好,那如果我按F12下去呢 它会显示那个照相机照出来的 拍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呢,可以用滑鼠的中键去拖拉 也就是滚轮啦 用滚轮去拖拉 那它会做旋转视角的动作 如果我滚轮滚动呢 会做放大缩小 如果我用Shift加滑鼠中键去拖拉呢 会平移 那我们试一下这几个动作 好,第一个我用滑鼠中键或滚轮去滚动 会放大缩小 对不对 好,那第二个是我如果按住滑鼠中键去拖拉 那它会滚动 世界,整个世界会滚动 那其实滚动的是什么 相机的视角没有滚动 它永远都照这个位置 只有你看到的世界在滚动 第三个是你按住Shift 按住Shift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是一种平移的效果 而不是滚动 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OK,这是有按Shift跟没有按Shift 其实有很明显的差别 好,那这是刚刚讲的世界的操作 第一步 那大概你会看到像这样的情况 那放大缩小 然后Shift平移 那这个三个动作呢 请各位现在就练习一下 那练习OK之后我们再继续 那这门课呢 我大致上的教法会是说 我大概每操作个五到十分钟 各位就练习至少十分钟 OK,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